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周三公布 本港经济在过去一年受疫情重创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表明 本财政年度的赤字可能高达破纪录的3000亿元 预算案会不会再提出书棍措施 备受关注 立法会议员谢伟泉 期望政府加大基建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胜个派钱 其实建造业界我所接触他们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多些东西做 好过政府派钱 因为始终长贫难顾 所以基建和政府公务工程可否加快 当然另外就是要帮的中小企 工程项目尽量快势多的形式 是位及了香港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通过政府在加大基建投资方面 令到整个经济可以继续发展 除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借位全职政府也要照顾受疫情影响的打工仔 建议新一份预算案应该继续 宽免申访税和利得税 以2万元为上限的措施 他也同意财政上要开源 达置税务上能者多付的原则 我觉得应该是利用这个时间 使得贫富的原则方面可以拉近些 能者多付 比如我提出的 第一就是就算那些印花税 如果你是五千万一亿一个单位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离印费 另外之前我也提过的了 就是关于股票的印花税 比如增加万分之2.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